欣賞動作最基本的 首先你要看他的起跳 我們不是說從專業角度來說 不是看他的入水多好 首先要看他的起跳高度高不高 剛才譚教練介紹一位 俄羅斯的名將就是 帕夏蓮娜 已經是他們的第五跳 亦都是雙人跳水的最後一跳 接著就是德國的選手 就是高迪斯欣和肺沙 他跳的是反身翻腾 加上轉體的動作 反身翻腾動作 翻腾兩周半 曲體動作 跟郭晶晶跳過的動作是一樣的 但他同樣都比較出色 所以他們很高興 因為這些動作是屬於沒有眼動作 我們所說的是 向後翻 眼睛看不到水的 穩定性特別難掌握 所以容易失誤的動作 但他們跳得非常出色 有幾個動作 其實跳到這個時刻 中國的郭晶晶和吳敏霞 前四跳已經有267分 帶先了有17分 所以其實就是 當時這些德國選手 跟英國那對選手 就是美國那對選手 是欠同牌的 因為他們前四跳 大家都有242分 結果他們在這裏 就拿到76.5分 總分318分 帶來同牌 郭晶晶 吳敏霞 是他們最後一跳 最後一跳跳的是205B 代碼是205B的動作 B代表是曲體動作 身體穿腳的 但要抱緊 這個動作的難度是3.0 這個動作非常厲害 而且一點瑕疵都沒有 就是兩個人 雙人配合 廣告一個配合 物契性 非常之層 可以看到吳敏霞 好有力 揮一揮手 來證明他跳 自己好有信心 跳到這個動作 非常之好 水花壓得很漂亮 是一個完美的結束 裁判比分給到8.5分 他拿到8.5分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冠軍 尤其在整個比賽 五跳 這一跳是75分 總分是領先很多的情況之下 就得到這個金牌 也是郭晶晶在奧運會 累積個人第三面的金牌 馬上就看頒獎禮 他們整套動作比賽 都是比較完美的 可能很多觀眾看不到他的前面的動作 但是他前面的動作 從第一跳開始 已經是領先 一直領先在前面 還有其他對手 超過他們的分數 而且他的動作比較穩定 每個動作起碼都七十幾分以上 這些是屬於跳數 一個很高分的動作 尤其教練他們在第二跳 難度是數2.0規定的動作 當時拿到差不多滿分 是五十七分多 那裏令他們頭兩跳 就大先了 有六七分的優勢 是的 這個動作是把自己整個士氣 帶上來 而且在裁判印象中 由於已經提升了 這面金牌的意義 就是在跳水項目八個項目當中 第一個 亦都是跳水隊 我們叫做看門紅 即是說一開門 第一個就見到金牌 加上我知道上一屆的分數 沒有今屆的分數那麼高 所以每一年也有進步 是的 尤其最難得就是郭晶晶 曾經在練習生涯 有一點起落 拿完金牌之後 然後再苦練 這一屆跟上一屆 雅典那屆 只不過是第三名換了一個國家 對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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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看過女子雙人三米蛋板的跳水決賽 就是今天下午舉行的 其實現時我們在形光幕看到 還有很多比賽是 谢谢大家